Makio两度狠踹问奖,新颖带戳破谎言 行车记录器拍下,穿白衬衫的友记龙徽 先想侧摔计程车问奖淋于俊不成 问奖快步走回计程车 但友记用力一拉,便将问奖摔倒在地 一旁的鸭子急忙拉住友记 但友记仍往问奖身上,猛踹好几脚 接着身穿白色大衣的Makio 立刻冲上前朝问奖补踹衣角 友记把Makio推开后 接着又朝问奖身上猛踩猛踹 Makio则是绕到一旁,又踹了问奖脊脚 奖完问奖后,始终站在计程车旁的湘迎 立刻招了另一辆计程车 一行四人,便坐上计程车落跑 这段最新曝光的行车记录器画面 成为Makio参与二行最欧问奖的铁证 艺人Makio,鸭子与湘迎 上周四深夜,与三十四岁日籍友人 友记龙辉,搭乘计程车回饭店途中 最欧五十五岁计程车问奖淋于俊 造成问奖重伤,住进家户病房 对照Makio之前说法 我那个时候想说要去懒 就是因为已经就是有动手啊或什么的 因为我已经看到就是一个过程 然后呢,其实就是没有到非常清楚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有点被吓到 这段画面证实,Makio全程参与二行 与友记龙辉,捆穿问奖至少十五角 戳破Makio没有动手的谎言 这起欧打问奖事件发生在上周四晚间 检方查出四人酒后搭淋于俊的计程车 问奖奖要他们系安全带,他们拒绝 Makio还要求问奖开快车,双方发生争执 问奖在北施一线路停车 相应掏钱要付车资时,坐后座的Makio阻止 争执过程中,问奖疑似推了Makio一下 四人下车后,Makio份额猛踹计程车车门 问奖见状,下车打手机报警 友记便上前殴打问奖,并将他撂倒猛力踹踢 Makio也两度中传问奖 四人随后拦下另一辆计程车落跑 行凶画面出来后,检方昨天紧急传唤 募集的将信问奖,集市后再一行四人 回爱美酒店的立名问奖 不排除今天将传讯Makio等四人再次说明 Makio面临最重12年徒刑的重伤害罪 被打的问奖林于俊,昨晚已从加护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 这个友记先生他否认,否认他有殴打 前者司机投入的这个部分 所以家族我今天提供的那个帽子 帽子上面有脚印,家族我对这个部分 友记先生还没有说出真相,非常不满 动新闻台北报道